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谋求国家的发展 打算迁都 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于是他就召集民众 加以说服 围绕说服 反对派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用了一系列的比喻 他说我迁都 好比爹木 只有油烟 就是倒下的树木 可以发心芽 暗示我迁都以后 我们这个部族 可以新生 彭庚在这文章里 自己表示 我看得很清楚 像看火一样 明妙 我的筒子 像网 有缸一样 若网在缸 有条不紊 你们 不要在群众当中 煽动 你们要努力 做庄稼 才有收成 你们在外头 生动 像火一样 在草原人寿 不可以靠近 但是 我还是可以 撲灭它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有什么困难 就像射箭 有靶子 那一样 使大家目的明确 为了加强论阵 它引用古代的人 叫做 持人之 人为求救 戏非求救 违心 违心变法 违心就出了这个 整个这个文章的许多 比喻 有的变成了成语 到现在 还在那使用 比如说 《行后辽园》 就是出在这里了 《有条不紊》 也出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是一个 比较成熟的文章了 应该是 彭根口述 而后使官记录 这样写成的 我们组另外一篇 周术金藤篇 刚才彭根篇 是商朝的 周术金藤篇 是西周的 这是一个 完整的故事 而且情节 比较曲折 大概是说 武王磕伤后不久 得了重病 他的弟弟周公 就向神灵祈祷 愿意带武王去死 后来武王的病 就好了 周公也没有死 死官就把这件事情 和祷告词 记录 藏在一个金树柜子里头 过了多个年 武王去世 他的儿子 成王即位 周公呢 就代理了 就叫摄政 周公还有两个弟弟 叫做管叔 菜叔 他们挑拨 造谣 说周公啊 要传位 这成王年纪小 就产生了怀疑 周公就 避嫌呢 就躲到 这个烟这个地方去了 结果秋天呢 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庄稼还没有收获 天上的大雷电 刮风啊 整个的河苗 全都倒幅一片 那一盒大树都被风拔起来了 被大风拔起来 大家就非常害怕 周王和大夫呢 戴上礼服 准备祷告上天 就打开那个柜子 那个金属柜子 从里头发现了 周公有一篇文章 是在里头 人就是说 周公愿意自己替武王去死 这个时候 成王和他的大臣太公少公啊 就问管司人 这怎么回事 有这篇文章啊 管司的人就回答 是的 当时周公 是曾经祷告上天 愿意自己带武王去死 而且叫我们 不要把这件事情讲出去 其他保密啊 周成王 拿了周公这篇文章词呢 非常感动 就哭了 说我们 没有必要去占卜了 讲当年周公勤劳王家 这是因为我 年轻之人 不知道 让他遭到了怀疑 现在上天发怒 来表现周公的品德 是优秀的 我 做一个年轻人 应该亲自 去把周公 接回来 用国家的 种种礼节来对待他 结果 周王就亲自 出去到郊外 把周公 迎接回来 后来怎么样呢 天就下雨了 风呢 风向就转了 那个活苗呢 哎 一个个又长起来了 啊 这个周公太公啊 少公和太公呢 就告诉这些 国民啊 那个大树倒了呢 应该把他扶起来 啊 啊 把他培植好 这个这一年呢 大丰收 哈哈 这段文章是很有意思的 它是一篇 以叙事为主的作品 维修性最强 它已经有意造成 悬念了 而且富裕 传奇色彩 周公 的个性 文王的语言 都有 感情色彩 文字也还起通畅 能看得懂 大概是 西周末 或者东周初年的作品 这种手画呀 对于后代的史诚文学 乃至 也是小说呢 都有启发 据上书研究专家 顾洁刚 刘启瑜等的研究 这个金城的故事啊 是真实 是有真实性的 在古代帝王 遇到天灾 或者疾病的时候 被认为是上天 会鬼神呢 对他们进行处罚 往往要要亲人 或大臣呢 代替他接受惩罚 替罪 甚至替死 这种风俗呢 在左传里既有记载 在元代 有一本书叫元秘史 他里头也写到 这个一个故事 元太宗和贵台呀 得了病 吴斯呢 就认为是 经过这三称之神作祟 要亲人代替他 才能够治好 于是 这个元太宗的弟弟 叫托雷 也是很有名的 就自愿替他的哥哥死 这个人后来喝了毒药了 就自杀了 就替他死了 结果呢 他的哥哥太宗 便就好了 这是一个 可能真实性上 高的故事了 跟这个金唐篇的 很相似咯 但金唐篇的结局 是喜剧 你看周公没有死 这跟那个元代不同 而且周公的冤枉 后来也说 也喜庆了 这个故事 应该说是文明最高的 周周公的还有一篇 无一篇 也是很有名的 应该是周公写的吧 他是为了告诫成王 劝他要勤劳正事 不要贪图安逸 这个文章引用了英朝的宗宗高宗 祖家 周朝的泰王文王武王 正面典型 以及英宗王等法面司令 也许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 加以对照 失败的教训加以对照 宣伽成王 不要贪图安逸 不知架舍之艰难 不问小人之劳 为担若知识成 这里头有句话 不知架舍之艰难 后来也常见人 这篇文章写的条理非常清楚 层次分明 首尾连贯 感情强烈 是一篇好文章 上书 还有少数文章 是有用的 押韵的 比如说红幻篇 里头有一段话 就是四字句了 无偏无婆 尊王之恶 改为义足恶 无有豪卓 尊王之道 无有作恶 尊王之路 无偏无党 王道荡荡 无党无偏 王道平平 无仿无偏 王道正直 这个 我们今天的话语 不押韵 古英年轻时押韵 反映了当时 已经是在 十度记录上 追求语言之美 还有顾名篇 这个是个继续文 是记录 五王五之死 文王即位的 年底的场面 叙述很详细 记录 各种官吏 各种仪式 清清楚楚 这篇文章是 既是不及言的 还有篇 与共篇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文章 是一个古代 地理规划 条理非常清楚 而且有 很高的 真实性 从文字记下来看 上书 至少还有两个问题 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 上书里 一部分文章 与甲骨 铺瓷 和音商 名文 实在 大体相同 但是 为什么 甲骨铺瓷 是那么 零碎 而因 上书呢 是熟练而 又完整 我想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 记录工具 好方式 有关 甲骨文 是写在 龟甲牛骨上 中顶文 是刻在 综合点上 当时怎么写 怎么刻 很麻烦 不可能太长 上书呢 最初是用手写 在检测上 竹简上的 在战卧后期 转录的时候呢 是写在 卷博上 所以容量 就比较大了 而文字 就比较长了 第二 这个周书里头的 有几篇文章 《国王自命》 秦史 它是春秋时期的文章 跟国语 左段的时代相同 而语言风格 却完全 不同 差别很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人家是由于 上书是官方文书 用的是 当时的文言文 而国语和左段呢 它属于民间著作 用的是当时的通书文 或者是 用通书文 改写原来的文言文 就像史记 司马迁 写史记 把上书改成 汉特的文字一样 下边我们讲 一周书 还有叫 《机种周书》 它是一部记录 整个周代的历史 政治 政治 哲学 军事 经济 以及科技资料的 一个文献集 其中最早 作为西周初年 最晚的 作为战国的末期 个别篇章 可能还在 汉初才正高 现在我们看到的 有五十九篇 它的内容 比起上书 更广泛 更杂 大多数是 议论文 比较简短 也都是几百字 最短字 有七十多个字 它的文章的语言 风格 有的像上书 也有的接近国语 甚至战国的详文 这反映从文言 到白话 这样一个演变 所谓白话 是先情的白话 通俗呢 其中最具文学性 和故事性的 是一篇叫做 《太子静》 这个故事很有趣 这是写周灵王 东都的重要 一个太子叫做静 他才十五岁 很有才干 周耳 下面的诸侯 进国 进平宫 感到这个太子 对他有威胁 就派 司矿 这个月司呢 去试探 司矿 见了太子呢 就和他 对谈 提一些问题 问他 君臣之道啊 等等 这太子静呢 对大如流 两个人 谈得 很投机 说你不愿 请你来啊 很高兴啊 等等 谈了当中呢 这个还记录了一些细节 那个司矿啊 高兴说呢 跺脚 别人跺脚 太子静说 现在为什么跺脚呢 那个司矿说 哎呦 天气冷啊 这个脚动脑了 所以我跺跺脚 像这样的细节 那司矿 两个人对大之后啊 很满意 他就要求啊 离开 回去 然后太子呢 说我请你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呢 两个人又复诗 四言的诗 还弹琴 很欢乐 很融洽 临走的时候呢 这个司矿 知道太子静 是不愿意做天子 而且呢 司矿预料 这个太子静活不长 太子静自己也告诉我 司矿 我三年之后啊 要到上帝那里去做客 果然 他只活了三年 这个故事啊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的 太子静可以说是一个神童了 十五岁 懂得那么的道理了 这个故事 从我们文学写作来看呢 它就相当的文学性了 语言 平易 比上书好懂 表情答义呢 是含蓄的 委婉的 有时候是用孕语来表示 表示一种感情 用诗歌来表感情 这里两个人物 一个是司矿 一个是太子静 都有个性 其他也有夸张 也有趣味 比起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上述的金藤篇呢 这更像民间传说 特别是两个人说话用用于女 然后吃饭说副诗 这就跟那个 这个先秦的母亲子传 里头那个 中文王会西王母 那个描写 就很相近了 这是一篇 另外还有一篇 叫做科英 这个是一个继续文 是写武王科英之战 诸武王伐咒 带来 很多诸侯的军 就攻打咒王 咒王后来自杀 武王呢 进了咒王的城市 要射箭 对他的尸体射了上箭 然后又把他的头砍下来 挂在那个旗上 刺众 然后再积千子卫 师范求范 然后把粮食 发放给北姓 最后呢 班师回朝 班师回国吧 回到城州 整个故事首尾完整 场景描写 就像清剑一样 很清楚 比起上书里头啊 也写到了武王华咒 比如武士啊 那要具体的多了 后来 司马迁写死尽的时候呢 就把基督律的词习惠给出来 一桌的海篇文章叫王汇 这个很有趣 他的记录各国 也当时的各个民族吧 部族啊 向周天子交过朝贡 里头各个地区各个民族 这些人物和贡品啊 就是光怪奴隶 有些显示 显示想象和传说 比如说东夷 东方的少数民族啊 贡献一个东西叫钱尼 他的声音像小孩一样的 像猴子那样啊 你就站得走 也可能是星星吧 西边的少数民 西银呢 贡献一个叫姿白 他的牙齿像鱼一样子 能够吃老虎豹子 还有一个地方啊 叫徐守 也是个少数民族吧 他贡献一个狗 他能飞 而且也能够吃福报 还有个地方贡献凤凰鸟 凤凰鸟啊 头上写着人字 怀里头写着义字 鸽子下写着一个信字 这个都是传说了 这些动物有像人 有像兽 不可能是真实的 这跟三海经呢 里头那些个有些相似 刚才我提到了 上书复命 文王啊 武王之死 臣王继位 那些个大臣啊 表现 那是真实的 而这个王会 应该说是不真实的 但是 这篇文章比较不明呢 语言要平常得多 以至于还有些文章是军事论文 还有些是经济论文 讲除粮备方啊 还有些是历史传说 还有格言言语 还有讲世事业律 这些内容啊 很丰富 文章的风格也不一 写作的时间 也前后距离很长 我们如果把他和上书国语 左转 孙子变化 比较呢 那对他的这个意义 可以说 会认识得更深刻一些 这样就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